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下午就一体推进不敢辅、不能辅、不想辅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。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,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,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。 要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认识, 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辅、不能辅、不想辅能力和水平, 全面打赢、反腐败斗争、攻坚战、持久战。 中央纪委、国家监委、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刘美平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,提出了工作建议。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。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。 他强调,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。 在各个历史时期,党坚持言语管党治党。 进入新时代,我们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,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, 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。 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畅联斗争,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 人民忠心拥护的历史主动。 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,走在时代前列, 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。 习近平指出,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, 积累了重要经验。 一是,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, 健全了党中央统一领导、各级党委统筹指挥、 纪委监委组织协调、职能部门高效协同。